菩萨名法品 这个名法品第十八卷 在讲这个菩萨的修行方式 所以下面就是 请大众翻到科会六十页六十一页 这个六十页六十一页 名法品的整个架构 它在这个地方 就是精进会菩萨 问法会菩萨十个问题 那这个十个问题 就在这个后面的 法会菩萨的回答当中 一一对应来回答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六十六十一页的 这个架构 中间正下方 就是回答所成形体 正答所问这边 就有十个答案 那这个是对应什么 对应一开始在名法品的最初 精进会菩萨就问 法会菩萨说 菩萨摩赫萨出发求一切至心 成就无量功德 出发求一切至心 就是出发阿鸟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就是所谓的发菩提心 那我们修行学佛 最重要的就是要发菩提心 那发菩提心呢 我们希望得到一切智慧 那这一切智慧是做什么呢 是为了要广度众生 但是要怎么来做 才能够满足这个愿望 所以他说 比诸菩萨与佛教中 云和修习 要怎么样修 要怎么做 要怎么做 才会达到这十个目的 所以他问了这十个题目 第一个 令诸如来皆生欢喜 第二 入诸菩萨所住之处 第三 一切大恨皆等清净 第四 所有大愿稀释满足 第五 获诸菩萨广大之葬 第六 随所应化常未说法 第七 而恒不舍波罗密恨 第八 所念众生贤令得度 第九 少三宝种始不断绝 第十 善根方便皆息不虚 所以他现在问这十个 这十个问题 我们要怎么做 才能够达到这十个 效果 这十种 这个 这个十种方便 所以他说 以何方便 用什么方法 才可以达到 前面问的这十个题目 所以这是 这个整个 明法品最重要的 所以 明法就是要用智慧 来修习佛法 那既然要用智慧来修习佛法 那他一定有一套的方法 所以佛法叫做方法 八万四千种方法 那这个方法行不通 其他方法 也行不通 那就再试 所以试到最后 你一定会找到 自己适合的方法 所以这边呢 就是整个 就是我们看到 在六十页 六十一页 这个科会 他所列出来的架构 那我们现在呢 要来回答什么 上礼拜呢 我们讲到 就是到了 这个十种清静愿 那这个就是 要如何满足 这个大愿 所以这是 在这边 我们看 是第四个 回答如何满足 这个大愿 那以这个 这个十种清静愿呢 他有什么 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 要发什么愿 才能够叫做 清静的大愿 圣静之愿 第二个呢 这个发了愿之后 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殊胜 所以呢 对应这个 我们的经文 是在483页 483页 所以修行 最重要的呢 要什么 要有这个目标 而且这个目标呢 越大越好 所以叫做 大愿 大愿 那大愿 还要具备 有清静的大愿 他才会真正 就是让我们 可以成就 自立立他的功德 所以呢 在这边呢 法会菩萨就 在 这经文当中 就开始讲 菩萨有十种 清静愿 哪十种 所以我们说 我们要来 一起发这种愿 所以常常 很多人说 哎呀 我的心啊 哎呀 平平安安过日子 就好 那问题是 这样子可能 就是只是 平平安安的过日子 他还可以 再把我们自己的 心量 再放长远一点 好 那所以呢 我们要学习菩萨 菩萨有十种 清静愿恨 第一个 愿成熟众生 无有疲厌 好 什么叫成熟众生 好 大家来学习佛法 学一年 有一年的效果 学两年 有两年的 的结果 那刚刚来学的人 跟学了五年 十年的人 是不是就看不出来 看得出来吗 看得出来 所以如果我们 已经学了五年 结果还看不出来 有学 那真的还蛮严重的 所以我们这个善根呢 就像这个幼苗一样 它是可以 慢慢慢慢慢慢 成熟 开花结果 好 所以我们这个叫做成熟 好 那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善根 好 大家来学法的时候呢 都是怀着善心 但是这个善根呢 它是有初初开始的善根 有修习到不退的善根 所以这个 在这一个修行的过程中 我们就要有耐心 那昨天有一个居士啊 他就跑来说 他这个学佛 他就希望 既然要学就要把他学到好 那是不是应该这样 要学就要把他学好 但是呢 他就超之过急 搞得呢 家里面的人 产生很大的反弹 为什么 因为通常我们希望学好 就是哎呀 今天听到的佛法 发习充满 我一定要成佛 那回家呢 发现只有你想成佛 其他人都还不想成佛 那是产生很大的差距 第二个呢 我一定要成佛 结果自己还没有办法成佛 还有很多烦恼 还有很多 这个状况 那乃至于很多执着 所以礼上你可以 具足 就是礼上你可以 说目标就是要成佛 可是事修呢 就要一步一步来 那这种观念很容易 发生在什么情况 就是 我今天要去受菩萨戒 我要受五戒 是不是 那很多人的论调就是 等我做好了 我再去受 是不是 等我做好了就不用受了 因为你已经做好了 是不是 那 他说 那如果做不好怎么办 会堕地狱呢 是不是 那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 既然要受就是要 受做好 可是 为什么要去受那个戒 其实是要拿到 学习的资格 就是我们一开始 一进学校 我们会不会马上就毕业 不会 但是我一定是目标就是 我读这个学校 我就是要拿到学位嘛 那你可不可以进 注册进去的第一天 你就拿到学位 那这样子 这个学校应该是野鸡大学 对不对 用钱就可以拿到学位 你没有学习嘛 所以我们 诶 注册了之后 就是学习的开始 学习不能保证 一定会毕业 可是你不能因为说 那不能保证一定毕业 那我不要注册 那永远都没有机会 所以修行也是这样 你来开始来学佛 发了菩提心 保不保证会成佛 那要看你了 是不是 什么时候会成佛 那要看你了 这样子 那我就不要学 那我就不要开始 到时候失败怎么办 很丢脸 是不是这样 所以有的人的观念是这样 所以呢 我们就要知道说 叫做成熟 它是需要 慢慢慢慢培养 成熟一切众生 所以我现在出发心 然后让自己有一个开始 接着一段时间 慢慢培养 慢慢栽培 所以就像呵护 那个幼苗一样 你幼苗助长 它马上死在 死在什么 它这个根不够扎实 那如果呢 你能够 把根扎得深 你就会长得大 长得高 所以呢 这叫成熟众生 但是 这众生还没有成熟之前 大家是不是都很不成熟 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军事啊 他说 他每次都被他先生 气得要命 因为这 男人 好像越老 越幼稚 这样 那怎样幼稚呢 那他就 他就学佛啊 觉得学佛很好 他每次都想要 带着他的 先生一起去 那通常呢 他就 去个几次 就不想去了 为什么 他说 哎呀 你们都是三姑六婆 这个道场 那么多 都是三姑六婆 都是 都是女的 我们 男人不用啦 不要参加这些拜拜 感觉好像自己的层次比较低 可是呢 他就 这个 太太就觉得 应该要去 道场 要常常去 跟人家广结善缘啊 才可以学习很多的 不同的人的 学佛的心路历程啊 那所以呢 两个人理念就不一样 那慢慢的呢 他的先生呢 就开始呢 有一点点怎样 有一点故意 只要他去参加道场的 某一个法会 或是某个讲座 他就在家里面呢 他就自己呢 去找相关的法师 讲的法 然后他就在家里面学 那等到呢 太太从道场回来 很发喜 要跟他分享的时候 他就开始呢 考他 说哦 你是参加这个法会 那你这个法会里面 你学到什么 然后就开始考他 因为 这个两个人同步学习嘛 一个是从 网路上 在那边呢 研究 这个法门 一个呢 是实际上去参与 所以 这个实际上参与的呢 可能 礼上没有那么强 是不是 事修强 然后他都在网路上呢 学这个法 研究这个经的 譬如说 拜三妹水灿 拜完他就说 三妹水灿讲什么 我哪知道 就对你拜 他就讲不出来 他就说 那你拜那个没有用 你看 我在这边呢 研究三妹水灿 他里面的架构 就是在讲 深口意 就是这样 所以呢 他就好生气的 他就 最后就会回一句 我讲不过你啦 你就是很会讲啦 但是你也只是会讲 这样 所以呢 两个人就吵架 那 那这个就变成 哎呀 他就觉得 这个他先生好像处处都在跟他作对 是不是 我就是 我要坐 往东 你就要往西 我要去道场 你就不要去道场 我要听佛法呢 哎 你就在那边考验 我到底有没有听懂 所以呢 就变成什么 就变成了这个 为了修行 理念不一样 然后产生了一些冲突 那事实上呢 这个也算是不错的啦 因为他还是学佛嘛 只是不同的路线而已 他没有故意为了反对你去信阿门 你就要阿弥陀佛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有些人他就是 哎 他知道你最讨厌什么 他就故意呢 怎样 就故意去做那个让你讨厌的 主要的是什么 因为不成熟 想要引起你的重视 引起你的注意力 所以我们说 什么叫做成熟 就是 哎 信心 坚定 不管 你看我们说这个实柱法 就是真正的菩萨已经成熟了 就是他的菩提心成熟 不管呢 人家说有佛 没有佛 不管人家赞叹你 或者是反对你 不管有没有多少人在修跟你同样的法 你都能够很清楚知道你自己要的是什么 是不是 就不会随波逐流 人云亦云 有正确的判断力 但是我们要修到这个时候呢 他必须要一点的时间跟历练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就是要成熟众生 无有疲倦 所以每一个人的这种认知 还有心灵的成熟度都不同 所以在这个学法的过程中 菩萨就要发愿 我就是要成熟众生 让众生的善根成就 而无有疲倦 所以这边呢 就是第一个嘛 第二个 巨行众善 敬诸世界 要行一切善 什么叫行一切善 就是 只要他是善 我们不管 能力 做得到 做不到 我们都尽力去做 只要他是善 我们就是随喜 只要是善 我们就是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通通能做 就尽量做 那做的目的是要让世界更清净 那这个就是 必须要怎样 自己要有这个坚定的目标 我们一般通常都会对法 有所选择 就是随其所好 我认同的我就做 而我不认同的呢 即使他是善 这跟我无关 所以要巨行众善 就是不简单 要行一切善 然后呢 又能够不执着 自己所认同的 或者是不认同的 所以巨行众善 敬诸世界 第三要成事如来 常生尊重 所以对佛 对三宝 佛法身三宝 要常常产生一种 尊重之心 要礼敬诸佛 第四要护持正法 而且不惜屈命 所以我们要发愿 这个世界如果佛法 可以更多的人受益 那这个世界呢 就会相对来讲 比较不会有那么多的苦恼 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战争 那所以呢 这个佛法的流通呢 就必须要怎样 要靠大众的发心 不是说 这个法就只有 那几个人在努力 这是师父 这是你们的责任 那我们呢 我们能够修 我们就随缘修 那这个随缘修呢 很容易这个缘到 某一种缘分 甚至于某一种恶缘 某一种障碍的因缘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会退失了这个 这个学法的因缘 所以要护持正法 不惜屈命 第一个成熟众生 第二个巨型众善 第三层是护持正法 这个每一个 我们现在都在做 但是现在是幸幸 就是很欢喜的时候啊 大家都做得很有滋味 有一天呢 这个热情退去 或者是呢 我们自己遇到了一些违缘 或者是呢 自己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呢 觉得好像一直没有得到什么 慢慢慢慢的 我们的这种热情就退了 退的时候呢 你说要成熟众生 要聚行众善 要成事如来 要护持正法 这些我们都有概念 但是已经没有想要做 为什么 因为没有发愿 那个愿呢 会帮助我们 持之以恒 而且是 无有疲厌 无有疲厌 那这边呢 就是我们要常常 要学习菩萨 因为菩萨是 十种清净的愿嘛 每天就发 每天发呢 护持正法呢 如果有这个 护法的因缘 要不惜屈命 舍身舍命 都在所不惜 那我们一般呢 说怎么有可能 一般人就是 爱护自己的生命 但是 爱护自己的生命呢 你最后 你的命也就是 死有 什么 青鱼 红毛 也有 重如 泰山 那如果 有护法的因缘 出现的时候 我们的 这一条命呢 去 拥护这个佛法 让佛陀 的教法 可以继续流传 那是 我们这一生 最有价值的 生命的不失 可是 我们大部分的人 就是 哎呀 这个吃啊 睡啊 一辈子 吃得好 睡得好 最后还是要死 所以走的时候呢 就发现 好像 就是 人就是这一生 吃吃喝喝 就过了 那过了之后呢 最后就 哎呀 这个 人到最后 就是面临 这个生老病死 感觉很无奈 那如果呢 我们在这个 生老病死当中 还能够 在护持佛法 为了佛法 而让我们的生命 变得更有价值 那这应该是 我们这个 就是过去 有发的愿 所以才会 生逢其时 有这种 护法的因缘 所以这叫 护持正法 不惜屈命 那前 前几天 师父去 那个 去中国大陆 他就是 在南京 有一个 大报恩寺 他里面有 有这个 佛顶舍利 那我们去 顶礼这个 占礼这个 佛顶舍利 那这个佛顶舍利呢 他当时啊 为什么会 会被发现 就是因为 这当时的 这个寺庙 经过了 多年 多个朝代的战乱 这个寺庙呢 被毁了又重建 被毁了又重建 所以到了 2010年的时候呢 才被这个 考古队 在发掘过程当中呢 挖到了 所谓的地宫 地宫 就是埋在地底下的 那个地宫 然后呢 这个探勘的结果 那考古 他有一定的技术 可以去测出 这个地方 这个地层 他底下 还有 还有一个空间 所以呢 他就发掘出 有这个地宫 地宫里面 就有这个宝涵 那宝涵里面呢 就放了 佛顶舍利 那为什么知道 佛顶舍利 因为在佛 这个盒子的内部呢 还有柯友 当时 供养 还有把这个 佛顶舍利 埋在地下的 那个人 可政大师 他写的 说这里面埋了什么 这个东西 里面是什么 所以这个舍利呢 就有三种舍利 一个叫感应舍利 一个叫做 诸圣舍利 第三个就是 佛顶舍利 那这个地宫呢 为什么 到这个2010年 才被挖到呢 其实 南京 我们知道 有经过这个 南京大屠杀 这个日本人 在 在当时 在南京呢 其实做了非常多的掠夺 那这个佛顶舍利 没有被偷走 主要的原因是 在他的 他埋的这个地底下 的上方几尺 还埋了一个 这个叫做 玄壮大师的头盖骨 玄壮大师 是唐朝的玄壮大师 他的头盖骨 那所以呢 日本人在挖掘的时候呢 他挖到这个 玄壮大师的头盖骨 就抢走了 掠夺走了 所以他就以为 他把这个 最珍贵的东西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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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走了 他就 很满足嘛 如果呢 他再继续再往下挖几尺 他就会挖到佛的 那佛的比较珍贵 还是 玄壮大师的比较珍贵 都很珍贵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 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呢 就感觉了 是谁在保护那个佛顶 就是玄壮大师的头盖骨 在保护这个佛顶 不要被抢走 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觉得 哎呀 真的是很神奇 一个人哦 连死了都可以保护佛陀 是不是 他只剩下头盖骨 他还是能够保护佛陀 所以你看 互持正法 不惜屈命啊 我们 我们都一般 死了就是西郎骨头 也没什么了不起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呢 哎 如果呢 修行修修修 要能够成就舍利啊 那是要有戒 有定 有慧 好 有戒定慧 那当你 哎 圆满这一生的修行 功德圆满了之后 你的 焚化之后呢 土脾之后 就会有非常多的舍利 那这个舍利 你看佛陀往生了之后 原集了之后 他还有这么多的舍利 阿育王呢 把他分成八万四千份 起了八万四千塔 在世界各地 能够供养 继续在 视线 佛法还存在 继续让世人占理 那我们一般人呢 没学佛的 就是西郎骨头 有什么好看 可是佛教徒呢 他有很多人 因为这个舍利 而发起的供养心 而发起的精进心 是不是以另外一种形式 还在继续在 红传 佛法 是不是 所以 其中呢 有三种舍利嘛 一个就是叫感应舍利 这感应舍利是什么 感应舍利呢 是在这个 吴国的时候呢 这是三国 不是位属吴吗 那在孙吴时代呢 那个时候呢 佛法都还没有传进来 可是就有僧人 在这个地方呢 希望能够 度化这个帝王 但是帝王呢 他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叫做佛法啊 所以呢 这个僧人就 在 这个 建业这个地方 就是南京这个地方呢 就是 起坛 然后祈求 舍利 结果就 无中生有 出现了感应 就出现了 诶 这个 诸圣的舍利 这叫感应舍利 所以感应就是 人有诚心 佛有感应 我们在 祈求佛法的时候呢 我们的心不够虔诚 所以我们 人家念经都念到 有感应 我们的念经 念到头昏眼花 是不是 所以 这就是 每一个人的心不一样 那 当时呢 这个僧人呢 他祈求了之后 起坛 来诵念经典 来礼拜佛 佛陀的时候呢 就从空中呢 就出现了 这个舍利 所以 当时的这个王呢 亲眼见证到 这种情况 就下令 要建设寺庙 来供养 所以这种叫 感应舍利 所以 我们不管是 有实质的 身体所化成的舍利 或者是你的心 虔诚祈求 而产生的舍利 这些呢 都是什么 因为不惜屈命嘛 不是在自己的身 乃至于在自己的心上执着 而是愿意 以尽自己的这一身 尽此一报身 来发心 护持正法 这时候就有 各式各样的 因缘出现 让佛法可以继续再流通下去 所以呢 这是要叫 愿护持正法 好 再来 第五愿 已至观察 入诸佛土 所以要有智慧 要有智慧呢 要怎么样去 有智慧 每一个地方 都是佛的净土 但是 你要怎么样 入佛净土 很多人说 哎呀 我现在要去净土 一心去 去净土 好 那 大部分的人呢 就会问说 那你有沒有要去 你如果没有要去净土 那你要去哪里 是不是 同道中人 好 才能够成为一个群组 所以 我们有一个居士说 他本来加入一个团体 好 结果呢 这个团体里面的人 哦 看他每次都讲 好 吉心吉佛 唯心净土 好 他就开始呢 就 这个 就是跟他辩论 那两个 两边的辩论呢 主要的问题就是 哎 症结点就是 你要不要去西方极乐世界 好 那 当然 他说 哎 他是 他是修禅宗的嘛 禅宗跟净土 似乎呢 常常在观念上呢 会有一点差别 好 那 那问题是 其实禅即是净 禅即是禅 因为修行叫做殊土同归 好 只是 净土的理念叫做 木果修因 我们 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我为了要去 所以我要精进 我要用功 好 那禅的观念叫做 你的心 精进用功 即心即佛 心即事 能够怎样 好 能能够呈现出 你现在的世界的状态 好 所以心生万法 那这两个其实是一样的概念 但是我们常常会变成 落于文字向上的争执 好 所以呢 他说 你要怎么样能够呢 入这个佛的世界 而 不会产生法门上的差异 所以要有智慧 以致观察 入诸佛徒 那 那要不然呢 可能我们都在门外 吵半天 都在选 到底哪一个门比较好 其实每一个法门都非常好 好 那再来 第六愿 与诸菩萨同一体性 那就是跟菩萨发同一个愿 就是与菩萨同体 就是我们叫做 同体共生 我们有共同的理念 我们有共同的方向 共同的目标 共同的愿 所以心意相通 这叫同一体性 再来 第七 入如来门了一切法 希望法门无量誓愿学 能够成就无量的 这个功德 然后再来第八 见者深信 无不获益 那有的人是用弘法 有的人是用做事 来度终生 那还有一种人呢 就是很庄严 就是像佛像 有没有 我们看到佛 就心生欢喜 所以为什么佛 他要长成那个样子 佛陀有三十二项 这三十二项呢 他都具备有 这个度众生的功能 所以他说 这个见者深信 不不获益 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或者是 做在那个地方的 所现出来的样子 让大家看到呢 就会心生 信心 心生欢喜 所以呢 希望见者 闻者 吸发菩提心 所以有些 有些时候呢 我们常常 做的事情 会被人家误会 那为什么会 让人看到 另外一个意义呢 或者是 瓜田里下呢 因为呢 我们就是 这个心啊 常常都会 有什么 有一些空隙 而没有办法 真正的 以正念形式 所以 很多人就说 你这个鬼鬼祟祟的 你这是 是准备 怀个什么好心眼 是不安好心眼 然后他就说 没有啊 我什么都没有想啊 可是你什么都没有想 为什么会被人家看得 觉得你什么都有想 那表示呢 你所产生出来的 那个相貌 那个样子呢 大家看了 没有起欢喜心 也没有起信心 所以佛陀呢 因为以愿力持生 所以他不管 做什么事情 大家通通都会产生信心 好 所以有些人说 哎 那个我们要去念佛 那某某人有没有去 他有去 那那个这件事情 一定是好事 好 就是有什么 有品牌保证的 那如果呢 我们能够做到 有品牌保证 那就表示了 我们的身口义 已经得到大众的信任 好 所以呢 这个就是要发愿 希望见者生性 无不获义 见佛得度 好 那这是第九 有神力注释 敬未来节 神力啊 就是神通力 然后让这一个 佛法能够 更长久的注持 让佛法可以继续流通 敬未来节 第十呢 据普贤行 敬至一切 总至之门 所以要行 普贤行愿 所以这是十种 清敬愿 好 那有了这十种 清敬愿的之后呢 哎 他就讲哦 由思时聚 能满前时 急于多愿 好 什么意思 他接下来就讲说 菩萨有这十种 清敬愿 菩萨注十种法 令诸大愿 皆得圆满 所以我们发了这十个愿 但是呢 是不是还可以 怎样 哎 怎么样做 把这个十个愿呢 我们的目标已经确定了 接下来 有十种方法 可以让 这个愿 可以圆满 是不是 我们常常说 啊 我发愿 可是会不会完成 中间都会怎样 力有未带 力量不够 所以呢 他就提出十种方法 第一个叫做心无疲愿 第二叫巨大庄严 第三念诸菩萨殊胜愿力 第四 闻诸佛土 西愿往生 所以心无疲愿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念念相继 无有间断 生与异业 无有疲愿 那学习佛法呢 最重要叫持之以恒 有的人是刚开始 冲得很快 什么都学 学到后来呢 慢慢慢慢 哎呀 这个也做不好 那个也做不好 很容易就会放弃 所以呢 哎这个昨天我们这个居士啊 他就问啊 他说 那如果做不好 如果知道自己会做不好 那我是不是一开始都先不要做 所以我们他自己做不好嘛 好那 这个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 发这愿呢 非常重要的意义 就是让我们防退 就是我们在体验的时候呢 只有一个东西会帮助我们突破那个厌倦 就是再发更大的愿 好 所以以愿来引导我们的心 好 那昨天 哎 前几天我们去 那个上海 有一个居士啊 他是 那个 就是企业家嘛 那企业家每天都很忙 那连锁店的那个 这个老板 那他因为呢 回台湾的时候啊 参加过我们的 那个原道禅院的那个 华严金法会 好那 那华严金法会呢 一天送五卷到六卷 送的非常快 那他就回到上海之后呢 就开始呢 他们这个团体啊 开始每天 大家都在做功课 做什么功课 就是送华严金 这华严金刚开始 我们只是要拖他们运过去 大陆要给中国大陆那边的道场 如果有法师或者是有道场需要 我们就要供养 可是呢 这个两岸的这个运输呢 还有重重的关卡 所以我们就请他们帮忙运 那他们就 每一次来回的那个行李箱 都没有放他们自己的行李 都在放法宝 那回来的时候呢 就带那个 我们供养那个华严三圣 就带回台湾 去的时候就带华严金过去 那结果呢 因为我们华严金印得很 很庄严 然后呢 他就 看一看呢 这是什么 然后师傅又讲华严金 叫做富贵华严 一听 哎呀富贵呢 所以呢 就变成 每一次运过去呢 就会被他们抽commission 就是 送五套过去 就抽一本起来 说这个我也要 所以呢 他就开始有几个 这个团体里面呢 几位师兄 就开始发愿送华严金 那其中有一个企业家呢 他应该来参加我们的法会 那个传政师傅呢 在那边宣传 我们的百步华严的计划 那结果呢 他听了说 嗯 真的很有道理 所以回去呢 他就在群组里面发布说 我要发愿 这一生我要送此一百步 那其他人呢 就不敢跟进 就说 哎呀 随喜赞 但是也开始在送 那大家就每天就是 像我们在群组上面回报这样 每天就送 而且呢 这个企业家 一送起金来 不得了 都会互相追进度的 说师兄 你今天还没送 对不对 那上面都是 哎 一大早 五点就起来送 所以他们回报的时候 都是五点 六点 好 那我刚才讲的这个趋势呢 他就有一点紧张 因为他是很忙 到处飞来飞去 要这个 就是有很多的 那个事业在 事业体在运作的时候 有很多时间呢 都 都分身的 所以呢 他就 看着群组里面 大家都在念 然后他就严重落后 严重落后怎么办 他就在想说 奇怪 那他为什么在这个 在禅院 一天可以念六卷 为什么念那么快 我为什么念得那么慢 所以呢 他就想到呢 有一个最大的差异 就是呢 在禅院诵经 有沐鱼 他自己诵经 没有沐鱼 所以他就去 淘宝网买了一只沐鱼 这个买到沐鱼之后呢 他就说 这样子我就可以念得很快 那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很神奇 但是很神奇的是 他拿起了那个沐鱼 开始敲了之后 那只手啊 不听使唤 一直敲 一直敲 好像呢 这个宿室有一点记忆 就是那个手一抓到沐鱼呢 就很自然的 节奏加快 然后加得很快 结果他就跟着沐鱼声 竟然很快就送完一卷 他说 哎呦 他的判断是对的 原来重点就是沐鱼 就是那个沐鱼 然后他太太也很好玩 他太太说 他那一天呢 第一次开章 他就在念那个 离世兼评 他在念第59卷 他就念得很快 他太太呢 就在坐在他的后面 也听着那个沐鱼声 他就念他的25卷 他两个人呢 念不同卷 可是都依着那个沐鱼声 很快就念完一卷 所以从此呢 他们就变成这个 一个必须的仪式 每一次诵经一定要有沐鱼 然后又送得很快 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 在这个送念的过程中 他在念经念经念经 然后念经他就去想 要怎么样把这个速度啊 把自己的心念啊 把自己的这个修行啊 能够让他可以 越来越成熟 就是找很多方法 让自己的心 可以依着这个鬼则 前进 然后完成 那我们常常说 修行有时候 要有一点要领 那第一个 我们需要有好的环境 可是如果没有好的环境呢 我们要帮自己制造一个好的心境 是不是 那这个心境要怎么样制造 就是要让他呢 变成一种习惯性 或者是让他变成一种仪式 必须有殊胜的仪式 好像今天没有做这件事情 我就没有办法 好像完成了一件很重的命一样 好那再来 还要有好的同餐 好同餐倒有呢 大家会互相分享 互相鼓励 但是呢 不管是你有天时地利人和 最重要的就是要长远 叫做长久 长长久久 所以你做一分就得一分 做两分就得两分 好那你能够长长久久的 无有疲厌的去做 最后一定会成就 好可是我们常常都会 中途呢 最容易退失 就是刚刚开始的时候 还要做做做 做一忙 就没有时间 那一没有时间继续 就很容易呢 今天没有做 好明天没有做 后天没有做 慢慢慢慢就习惯 算了 是不是 但是今天没有做 好晚上睡觉之前 绝对还是要做 好那明天也是勉强 慢慢勉强久的 也会变成习惯 变成自然 好所以呢 我们说要心无疲厌 好心无疲厌呢 要想很多的方式 好那你看 你可以都把自己的那个 沐浴都已经买到家里 下一次是不是要买影亲 好是不是 啊接下来是不是要做一个佛堂 然后到了佛堂之后 他们夫妻刚好一人为挪 一人月仲 对不对 好然后呢 那个先生这样子用功 太太呢 也会跟进 太太用功 先生也跟进 好这到最后呢 就变成一个什么 好就是变成一个 好就是家里面都变道场了 我看 好那事实上呢 要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心无疲厌 需要一些因缘 好现在因缘 那我们最好的因缘呢 好其实师父常跟大家讲 好我们就去发心受持戒法 好发心受戒 好受菩萨戒 菩萨戒就是 敬畏来记 随时随地 好你不管到哪里去 都会有菩萨为你的伴侣 好 即使哪一天疲厌的 好你那个团体很奇怪 好他们以前那团体呢 可能都是去哪里吃啊 去哪里做啊 这个是去去做一些 什么商业的活动嘛 商会嘛 好可是现在 这个团体里面呢 哎他们都是 大家都在发 发文 就是我今天去哪里用工 我今天又去哪里精进 我今天买了一个沐浴 我今天念经念到哪里 我又念了金刚经 然后我又哎回向 好那甚至于哎去 好这前几天 还有这个路上啊 我们师傅啊就是 走在路上呢就碰到有一个 从湖南 从湖南呢 把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旁 不是那个叫什么乌龟啊 一堆乌龟 这个把它买来 不是不是买来 补来 要卖给那个海鲜店 好那被 那个建议师傅 就在路上就看到 他竟然在海鲜店前面 有一堆乌龟在那个地方 准备要去卖给那个海鲜店 那结果呢 他看到了就把他怎样 给他买下来 那买下来要做什么 要放生 那大家就说 其实你如果再放生 又会被抓 是不是 就是那个 那个乌龟呢 可能又会被抓 那但是我们就知道 随缘看到了 就去完成 就去做 就是有缘嘛 好那结果呢 我们这些 是上海这一群居士啊 他们就 想尽办法呢 就来帮师傅说 要去哪里 做放生 然后要去哪里 怎么做 所以他们从来也没有 参与过这种活动 他们也就跟着 然后那前几天 我们去那个南京啊 他们也是跟着 什么叫做佛顶鼓 他根本搞不清楚 什么东西 那但是因为师傅要去哪里 他们就跟着去哪里 从来没有穿过海青 我们说规定 所有的人 不管你是谁 有没有受见 你是阿门的 你只要跟着师傅这个团 全部穿海青 他们就穿起来 看起来还蛮别扭的 可是呢 他们就穿起来 然后呢 就变庄严了 可是走路就七爷八爷 有没有 所以我们就现场呢 就开始教说 穿海青 那个手臂要垂下来 要放掌 他们就开始放掌 放得很不自然 可是看起来很庄严 然后呢 拜佛拜下去 起来就在那边 前面后面就不稳嘛 那这个都是 就是出体验 但是整个大家呢 去占理了之后呢 就觉得这件事情 是他们这一生当中呢 印象很深刻的一个 一个回忆 那这个回忆呢 就是学佛的开始嘛 那如果我们能够呢 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 有这种善友 这种团体 大家一起呢 互相在增上 那其中呢 有一个 一直都不念经 都说他念不下去 现在呢 诶 整团都在念经 整团都在送怀言经 他就变成唯一落后的 是 那他会不会有一天 真的被逼的 一定要去念 会 可是如果这整团里面呢 只有一个在念 到最后呢 这一个人 他就怎样 他就 默默的自己 自己念 他也不敢讲话大声 有没有 那就因为现在呢 这个我们 大家推这个华严经 他大概一个念一个 一个念一个 然后一个帮助一个 一个帮助一个 然后大家呢 就变成一个 修行的团体 那互相在这个菩提道上 互相成就 互相激励 所以这是 这个就是 刚开始 我们需要什么 需要有心无皮验 那心无皮验呢 常常需要有很多的机缘 才能够让自己走得长久 所以下面就 帮助我们能够圆满 就是第一个 你就想 这个修行这件事情 是非常庄严的 什么叫做巨大庄严 我们后面会讲 就是我们会 以波罗密行 来庄严我们的 这一生 所以我们 我们如果我们要 写自己这一生的传记 很多丑闻 是非常不庄严的 是不是 那虽然我们不是名人 但是呢 你想想看 如果有一天 你是会是成为一个名人 大家要写你的这一生 结果我们这一生的记录 就是去哪里 应酬 喝酒 花天 酒地 这都不能入史册的 那你看 如果我们都是 行布施 辞戒 你看你要写传记的时候 有人来访问你说 你这一生做过什么好事 你是不是就在想 哎呀 我在什么时候 有参与过 什么南亚海啸 我也有 我捐了什么 那做了什么慈善 做了什么大事 我还参加过佛妻 我还参加过禅妻 我还见过道场 你想的都是这些 因为我们心中知道这是好事 那做过那个坐监犯科的 你一定会隐瞒嘛 那如果我们这一生都乏善可成 那就不庄严 那我们如果有了这个愿之后 我们做了很多的很重要的功德 那这个功德呢 就是很简单 就是菩萨行 就是功德 不管是布施也好 都值得宣传 持戒 值得宣传 忍辱 值得宣传 精进 值得宣传 所以佛陀在讲 他的过去生的时候 他为什么都可以讲得那么大声 因为他都是被杀的那一个 是不是 他为什么被杀 因为他都是甘愿被杀 没关系 好 这边有饥荒 那他是鱼 这个鱼呢 就自动跳到岸上 让大家吃 是不是 好 可是呢 如果你的过去生是畜生到 你为了逃命 好 每天在那边哀 你不会去讲你的过去生 是不是被 这个什么 被这个 丢到那个锅里面去煮嘛 是不是 那为什么佛可以这么大声的讲 因为 你看虽然我是鱼 我还愿意舍我的命 跳到岸上 让这个 整个村的人都救活了 是不是 这个就变成 一样都是损失自己的生命 可是他是去 救这一村的人 就这值得记载 所以布施嘛 持戒嘛 然后忍入 精进 禅定 般若 是不是 当我们行了 菩萨道 我们的生命就变得庄严 那有的人说 哎呀 这个师父 我布施这个 没什么 不要讲 事实上的确是 我们跟佛都比起来 我们觉得那个真的是 讲出来不好意思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 那 那当然说 我们的心 要知道 有具足这个大庄严 就是 行 般若波罗蜜 行 六波罗蜜 行十波罗蜜 就真正具足庄严 好 那再来呢 如果这样子还不够 那你就 常常 好 看这个高僧传 好 常常呢 念 菩萨行 是不是 菩萨有很多经典都在讲 他过去怎么做 他怎么行 菩萨道 有很多的故事 我们以前是当故事看 好 但是这个故事会启发人心 是不是 好 所以呢 念诸菩萨殊胜愿力 别人怎么做 我们看了就会学习 好 就会感动 好 所以 念诸菩萨 殊胜愿力 好 再来 要不然就清净善之士嘛 去哪里清净 去佛 跟诸上善人的地方 这叫佛土 所以听到了这个佛 是心生向往 哎呀 我要去钥匙佛那边 我要去阿弥陀佛那边 我要去十方诸佛 我希望在华藏世界 好 念了这么多的佛 我都希望 哎呀 你是菩萨 你从哪里来啊 你的世界是长什么样子 就很想要去看看 好 那我们一般呢 说要去什么 环游世界 环游世界 看来看去就在这颗球上跑 好 那所以呢 这些球上这样转转 看来看去 到处都被污染 没什么好看的 你去北极 你去南极 看一看呢 就很伤心 为什么 哎呀 地球暖化 所以现在的状况 就一直被破坏 你就会看到这个地球呢 越来越糟糕 越来越糟糕 那如果呢 你的心当中呢 希望怎样 能够去一切的佛土 那你的心呢 就会一直在 跟诸佛菩萨的 愿力相感应 所以据 文诸佛土 悉愿往生 好 再来第五跟第六 叫做身心长久 尽未来结 愿悉成就 一切众生 这个十个愿里面 就这第五个 跟第六个 是最重要的 可以让我们长长久久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来看 后面这 这个六个 好嘞 我们继续看 来第五跟第六 这边问的是 菩萨注十种法 令诸大愿 皆得圆满 好 那就是 这十种法 都可以让我们的 大愿圆满 那第五个 叫做身心长久 尽未来结 所以这边讲到身心 就是 有相对于身心 叫做浅 就是浅 这个发心 如果没有发得很深刻 没有发得很深切 很肯切 那通常呢 就是 说说算的 那 所以 阿难 在楞严经 他开悟之后 他就讲 将此身心 奉承差 是不是 他要 他感念到佛陀 对他不离不弃的恩德 那他要报答佛恩 所以 事则名为报佛恩 怎么报 就是 身心奉承差 所以呢 这边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身心长久 尽未来结 都要怎样 都要行菩萨道 那 有这样子的发心呢 叫做 长久的身心 好 第六叫 愿惜成就 一切众生 那这边呢 涵山大师 做了一个解释 身心 则可久 长久 那 第六呢 叫做 悉成 愿惜成就 一切众生 叫悉成 则可大 因为你要度的 不是只有你自己 小圣的 法门 他的根本诉求 就是自己离苦得乐 大圣的诉求 就是不只是自己 还要度尽一切众生 你看他的目标 叫做一切众生 所以我们常常说 我们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你成就自己 是大家 叫做人之常情 每个人都想要成就自己 你能够成就他人 可以成全他人 那就是智慧 那来自于广大的心量 所以 愿惜成就一切众生 所以他讲 惜成 则可大 可久 身心 则可久 则 菩萨之德 是不是可以长长久久 这是菩萨的一种 得恨 可大 则菩萨之业 是不是 我们也有业 我们叫业力胜身 不可思议 是不是 好 那菩萨也有业 他的业是因为他发愿 所以他叫愿力胜身 也不可思议 那我们 怎样知道自己是业 还是愿 就是这件事情 你做 你是心甘情愿做 还是你不得不 那我们有很多事情 是不得不 那为什么 哎呀 我不做他会生气 所以我只好做 那你做的时候呢 也就不甘不愿嘛 那不甘不愿就是业力 不得不 又是业力 所以呢 那当我们是发愿度一切众生 这众生一样就在我们身边 好 那我们用 度化的角度去看他 他怎么样折腾我们 我们都是为了度化他 你就不会烦恼心 可是如果你不是发愿去度化他 他折腾你就是在折磨 是不是 他就要让你呢 生亦不得 死亦不能 是不是 死也死不去 要舍不得 对不对 活也活得不快乐 为什么 他就每天就出现在你身边 然后折磨你 让你觉得 哎呀 无处可逃 好 那你说 这个就是要转化嘛 那转化怎么转 就发愿 愿惜成就一切众生 所以读完华严经 你不发菩提心 好 他讲 不发菩提心 而读华严经 叫做磨 这华严经里面讲的 所以呢 我们大家都听了 对不对 华严经听完了 你不发菩提心 你就什么 哎呀 不好意思 就一堆磨 是不是 好 那为什么会叫磨 因为磨就是 以我为中心 我执 好 我就什么都要想到自己 但是当你发菩提心 就是要成就一切大众 这时候就是佛 好 所以不发心 就很自然 就会活在自己的业力当中 所以他这边就教我们呢 哎 你要愿惜成就一切众生 叫做可大 好 这是菩萨的业啊 好 再来呢 哎 我们第七啊 住一切节不以为劳 就是广度一切众生 而不觉得很劳累 很劳苦 好 所以这个 这前几天的有一个居士 他说师傅啊 你这个成天跑来跑去啊 你一定要好好的保重 是不是 你的身体呢 甘不晒 那个身体会不好 我说呢 不跑来跑去也是不好 所以 是不是 你每天在那边待着 你身体也是会不好 那最重要的是 你为什么跑 有些人是为谁辛苦 为谁忙 为生活奔走 只好跑嘛 好 那 师傅现在的跑是 没有不得不啊 没有被勉强啊 没有人家 那个架着脖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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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架着刀子 在脖子上说 你不来 你死 你试试看 你就死了 你死定了 没有啊 你是可以选择的嘛 那选择的时候 可以自主而愿意去 就心甘情愿 好 累也 也只是 一下子而已 也没有 夺累 而且呢 像那天 我们从上海要飞回来 上海雾霾嘛 所以上飞机之后呢 就在那边等排队啊 那本排队一般呢 Delay的时候 人家都怎样 飞机延误 就好生气嘛 那现在呢 会有送经的之后 飞机延误 正好 是不是 多送一部经 是不是 好 那我们另外那个居士呢 也是 他现在都随身都带着一本 这一本 华严经 就Delay的时候呢 他就很感恩Delay 要不然他都没有时间做功课 好 然后呢 就送了两部经 就好开心啊 他的群组里面 他一回向大家就给他称赞啊 说 这个大忙人 竟然送了两部经 他说 哎呀 感恩飞机Delay 对不对 所以以前是烦恼的嘛 大眼瞪小眼 大家就在那边 整个飞机的人 都在那边叹气 是不是 生气 你生气也是不能飞 好 那你不生气呢 就在那边念经 念得也很高兴 那但是呢 在中国大陆 因为大家 没有看过人家 在路上念经的啦 所以都觉得很奇怪 第一个出现一个法师 坐高铁 拿着一本经 都已经非常奇怪 所以有两个人 排队的时候就一直看 然后这很大 很大声的讨论 讨论还很大声 那一般都是切切事语 那讨论的对话就是 那男的啊 女的啊 然后呢 另外一个说 一看就知道是女的 然后呢 哎呀就 两个眼睛就一直盯着师傅 那看半天呢 我就不小心就回看了一眼 他说 美女你哪里来的 晕倒了 是哦 然后呢 那个开车的师傅啊 就说 哎我知道 你们台湾的 尼姑 是尼姑吧 好像是不结婚的 哎呀还要从头交 所以完全 没办法 就是这个 完全没有 没有看过一个 出家师傅 然后在外面 那台湾是常常都会看到 很多出家的师傅 那中国大陆就看得很稀奇 然后呢 哎 看你手上在那边念经 他头凑过来 说这啥啊 很想 这是很好玩 所以都没看过 所以 这是 这个就 哎我们就会发现 当我们 自己知道 要做什么的时候 你在各个地方呢 可能都是在 结缘 但是结什么缘 那 结的是什么缘 不重要 而是 我们在这个 结的过程中 我们的心愿 都希望怎样 只要到哪里去 都可以让大众 见着 闻着 接种下一个 得度的善根 这时候呢 你不管去哪里 你是忙也好 闲也好 你到处奔波也好 你都还是很清楚的知道 这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 是不是 那这时候呢 就怎样 不以为劳 不以为劳 要不然这个疲劳呢 这是 人都会嘛 你的心累了 你的身体累了 就会怎样 就会 哎呀 算了 算了 我都不要做了 是不是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有很多事情 是非你所愿 那不如意的时候 我们就会想要放弃 所以要用愿力 来转我们的业 那愿力 是要转我们的业 所以这个叫 清静的大愿 能够成就 就要发这个愿 叫住一切结 不以为劳 再来 受一切苦 不申厌礼 这是一样 就是我们通常呢 很害怕 就必然偷安 希望礼苦得乐 但是呢 当我们去发愿 去承担这个苦 它就不叫做苦 那当它不苦的时候呢 你就不需要礼 而把它当成是一种锻炼 然后一种磨炼 所以第九 于一切乐 心无贪着 第十 常情守护 无上法门 所以这个十个愿 十个方法 就是圆满我们清静愿 它一样 一样 就是可以让我们 把这个愿力呢 持久 而且 长长久远 而且愿力广大 所以这十个呢 就是我们可以 菩萨可以依照 这样子的一个修持 来成就 自己的菩萨行 菩萨清静大愿 好 第五呢 他就要回答 如何获得菩萨账 菩萨账 所以他就继续在讲 佛子 菩萨满足如是愿时 即得十种无尽账 是不是 前面十个清静愿 满足了之后 就得到十种无尽账 那十种无尽账 这个账就是宝账 好 而且这个宝账还无尽 是不是 好 所以无尽呢 哇 好 这个宝账呢 就是 好 好 第一个 普见诸佛 好 普见诸佛 所以 我们就会跟佛很有缘 好 第二个 对一切法 总持不忘 好 你可以受持 清静教法 好 所以有很多人送经啊 送过一遍 两遍 三遍能背 好 像我们那个三家巨师 他能背金刚经 因为他念念念念念念 念得很熟 好 所以 这就是总持 好 那金刚经是 大般若经的精华 好 那华严经呢 你念念一遍两遍 到百遍 你一定能够总持不忘 好 所以 大家要发心 好 背不起来 没关系 先念嘛 念了之后呢 你慢慢对这里面的字句啊 你会很熟悉 好 所以我们有一些居士 他在念啊 念到 哎 现在已经念了四十遍啊 五十遍 六十遍 他说呢 他现在 好 一个小时可以念三卷 好 就是等于是一卷念二十分钟 那很奇怪啊 他在念的时候呢 那个嘴巴自己会跑 好 就会自己念出来 然后呢 哎 以前跟他说话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 因为内在 没有装智慧 是不是 所以呢 你要说话 说不出几句好话 不会讲 所以很多人说 师傅我不太会说话 真的不太会说话 为什么 因为没东西 说不出什么话 然后说出来的呢 就言不及议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资料库都很像 我们的资料库来自哪里 就电视 有没有 那电视消化过 他给你的讯息 你只要问他看的是哪一台 你就会知道他的思想 大概是哪一个档的 是不是都是 差不多都是 哎 已经直接置入行销了 嘛 他大概会什么反应 他大概对哪些人 会有什么评价 那这些评价其实是 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认识 这些人 只是透过这个媒体的诉求 媒体的解读 我们自己直接变成 啊 这就是我的观点 那没有经过消化吸收 那我们人很容易吸收别人的看法 然后人云亦云 就没有办法判断了 就以为 哎呀 这个就是我了解的 所以前 昨天呢 就有一个人就 忧心忡忡说 师傅 台湾不能呆了 因为川普当选了 怎么办 师傅你要去哪里 我想要跟你去 我说呢 哎 我 这个 基本上呢 这个地球都不能呆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世界很乱嘛 那 那问题是你去 你走得了嘛 是不是 你想去哪里 如果说 哎 不是哪个国家的问题啦 是整个 这个娑婆世界的状况啊 人心本来就是 在这个生命无常当中 围睡不安嘛 所以呢 哎 你有没有想到 你的终极的目标 是要去哪里 而不是 哪里不能呆 哪里都能呆啦 你的心如果不安 哪里都不好呆 所以 你看 他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 有人就帮他分析啊 所以 说这个局势 以后会怎么样 台湾以后会被怎么样 然后又会如何如何 然后他听了 就开始担心了啊 是不是 五年后会怎样 十年后 有些人会预言嘛 他听了就很担心 那你看我们为什么会听到 本来过得好好的 听到这些有的没的 然后我们就开始在那边焦虑 然后烦恼 甚至于过不下去 那就是自己的内在 没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没有定见 所以你如果来读华严经 来读经典 你在这经典当中 你的心里面都是装佛的知识 佛的智慧 你就不会只是 在这个现实的人世间的 这些乱象当中 迷失了自我 你会知道 哎呀 真正有智慧的人 他不会被这些世间的因缘 而影响了自己修行的 那个决心 乱世也要修行 圣世也要修行 人家在这个世界上 每一个人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都还是某一个现象的凸显 在这个现象当中 我们要看到 我们怎么去面对他 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 是我们的心 会决定我们的未来 而不是某个人 他会决定我们的未来 那这样子我们就 就不要学佛了嘛 佛陀说心生万法 是不是 我们的心可以 主导我们这个世界 可是我们却常常呢 哎呀 看到这个媒体 人家讲什么啦 谁谁谁 说什么 专家怎么说 你就很自然就被影响 那就是因为什么 读太少佛经 是不是 常常读常常读 你的心会很定 然后乃至于呢 在这个经典当中 就是无尽的智慧 所以要受持无尽智慧 而且要总持不忘 因为虽然佛陀讲很有智慧 可是我通通都忘得差不多 你就没有力量 所以要发愿总持 我们既然学了 你看我们吸收那个连续剧 或是吸收那个电影的能力很强 有没有 看过的就 那个情节怎么样 就很会讲 都不用再复习 自然就会讲 而且你还会主动去讲给人家听 是不是 都记得很清楚 是不是 然后 可是 你受持佛经的能力怎么那么弱 你看 我们等一下 结束的时候 跟师父吃饭 你讲一下今天讲什么 一句都讲不出来 你是说什么 我知道是华严经 还记得华严经 还好 是不是 到底华严经哪一段 马上听完就忘 你看 厉害 可是呢 你那个 你家那个死鬼 还跟你 讲了什么坏话 你都不会忘 奇怪 所以他比佛还强 对不对 所以你看 我们这个心就是没有习惯 去受持佛经 没有习惯去受持智慧的法语 所以我们要发愿 发愿不表示你就会 但是发愿 你这个心就会有机会 所以你发愿说 哎呀我要发愿 生生世世 受持佛法 好我听到了这个佛法 我要把华严经给背起来 你不用背多 一天背一句就好 你背一句 我们这一生还会活个 三十年五十年 你会背很多经 一句都不背 你三十年五十年以后 还是零 对不对 所以还是依稀仿佛 甚至于连以前听过的 什么华严经 什么经 都没有 都没有记得 所以呢 要总持不忘 这样子呢 就可以怎样 真正的 启发自己内在的宝藏 好 绝了诸法 无尽障 有了 经典之后呢 你还可以 修行 为什么 因为你就能够分辨 佛法里面 尤其是整部华严经 他讲的就是 你这个修学的过程中 你要学什么 那我们以前 学习的方式 就是用混的 对不对 学了一个阶段 就考试 考试有及格 就算学过了 所以六十分就过了 可是我们就没有去检讨 我还不会什么 那最近有一个 不知道是哪个居士 拿了一叠那个 英文考卷 那当 就送到我们残院当 二次用旨 结果呢 就拿 每一张都二十分 二十八分 我说 怎么这么惨 现在的那个 英文考卷 这考得很差 我要把它留下来 以后这些人里面 如果有那个名人 我就要把这个拿出去 说你看 小时候 小时候英文不太好 什么二十八分 那我们就想 这个二十八分的人 满分是一百分 二十八分的人呢 表示他有七十二分 是不会的 可是当他考了二十八分 那个分数就把它打击到 他连原来的二十八分 也变成不愿意会 是不是 就会觉得说 哎 反正我就是烂 就直接放弃 那放弃之后呢 他的成绩会越来越差 所以学习佛法也是这样 我们一看到 我们自己的学习成绩 叫二十八分 直接就说 哎呀 成佛无望了 那也就要把那个不满的 没有到七十二 那个七十二分 没有想要把它补起来 所以就是算了 有听过就好 有听就可以了 是重重善根 把自己的标准拉到最低 所以我们要能够发愿 要受持佛法 而且还要怎样 还要能够绝了 确定 绝就是确定 确定了解 我要非常清楚的了解 因为这跟我们的修行 很很有关系 我们还不清楚 在怎么修的时候 都乱过日子 所以我们不知道 自己应该怎么做 应该要怎么走 所以你不确定 人家这样说 你就半信半疑 所以所有的经 听人讲都只是人的观念 一定要听佛讲 但是佛他怎么讲 他放在经典里面 所以直接送念经典 就是佛陀在对你开示 那你懂或不懂 这是我们的意识在懂 你真正把它记忆进来 受持进来 你自然就会越来越能够明白 这个是受持佛经的方式 所以他讲要受持读诵 是不是 那所有的经典 都是叫我们受持读诵 所以很多人都说 这个诵经 为什么要这样诵 同一步 为什么要念那么多遍 有念就好 有念就好 是因为我们以前的学习态度 学习就是有学过就好 可是没学好 所以佛经就是 要把它念念念念到 变成我们的语言 好 那有一个居士啊 他就 他念经 他说念了第一遍华言经 他觉得 解开他很多心结 他以前没有念过 他说 这念念念呢 解开了一些心结 他就觉得 这个华言经好像真的不错 等到他念第二遍的时候 他就觉得 这个好像就是 他以前做过的事情 所以他就问说 师父到底 念经是念给菩萨听 还是念给自己听 念经是念给谁听 你念给菩萨听干什么 这个菩萨会跟你说什么 这都我说的啊 有什么 你还念我讲过的话给我听 这样 是不是 所以 我们不是念来给菩萨听 我们以前都是说 今天这个家里面的人往生 我要念 什么经 什么经 那个念经的心态就是 我要做功德 就是念给菩萨听 他要念很大声 有没有 要不然就念给那个往生的人听 事实上呢 念经叫做明心 明心 要明白自己的心 就是你这个经典的道理 有没有印证你的心境 我的心是这样想 所以你念的时候就会懂 我的心没有这样想 所以你念念念奇怪佛陀讲话 我都看不 为什么 就不能沟通 就像小孩子 他不会讲话 但是他听大人的话呢 就是懂非懂 因为他还没有到那个世界 可是有一天呢 他到那个世界的时候 他所用的这个语言 就是他能理解的这个世界 所以他的心境呢 会展现在语言上 佛经也是这样 佛他在讲的是一个理念 一个概念 好 那我们讲讲 读一读 发现 嗯 我也是这样做 那就确定 诶 你走的是对的 诶 那如果念一念 哎呦 原来可以这样做 我以前怎么都不会 那就表示 诶 你学到了嘛 所以以前不会的 现在会的 这叫做学习 以前本来就会 现在佛陀讲出来 诶 跟你的思维模式是一致的 这叫做印证 所以佛经叫做明白 越来越明白自己的心 所以这叫要绝了诸法 我们要能够很清楚知道 这佛法到底在讲什么 而不是就是 啊 这有念就好 他都稀里糊涂 眉毛胡子一把抓 对 越念呢 就只是 只是形式上一直念经 这样就没有帮助 好 那再来呢 大悲救护 你念经念到后来 一定会升起大悲心 但是呢 跟你念的经有关系 你读的经 每一部经就像书一样 他有一定的目标 宗旨 好 那华言经的目标跟宗旨 就是让你发菩提心 好 必成佛道 他就告诉你成佛 他一定要具备哪些条件 他要怎么做 所以当你的目标 是希望自己成为一个 完整的 完美的 自立立他 他接具足的 这个最高的 的终极目标的时候 你就会自然 就会产生一种 大悲心 因为你的观念正确的 好 所以大悲救护 无尽障 好 然后种种三昧 无尽障 好 你会成就 种种三昧 做什么 像什么 那个叫种种三昧 是不是 好 所以一个真正的专家 好 他不是隔行如隔山 所以一个真正会修行的人 他只是没有去 试试看 大家可以试试看 你要用心去煮饭 你也会成为一个 很会煮饭的厨师 你去开车 你也会成为一个 很会开车的人 好 我们有一个居士 他在跑业务 来做保险 结果呢 这几天 因为我们法师都不在 然后师父也不在 我就请他来打电话 好 那他打电话 邀那个 那个人家来送金 然后他就打 哎呀 我在旁边听到 我说 你是怎么做业务的 为什么 因为他打电话 态度是很好 可是呢 他要讲 礼拜六要来 请他礼拜六 礼拜天来参加法会 然后呢 他就打 结果对方呢 就要来呀 就问他几点 好 在几点 接下来呢 他就把电话放着说 师父 法会是几点 好 那我去打就好了嘛 对不对 好 所以第一个 师父 法会是几点 好 那我就问他说 你没有参加过吗 好 他就说 嘿嘿 好 他有 他已经 每一次都来参加呢 他还不知道是几点 好 好 第一个 他不知道是几点 好 第二个 好 我说 他旁边就有单子啊 是不是 好 我说 哦 好 他就拿单子 然后呢 就照念 十点到十二点 我说停 我们法会是十点到十二点吗 他说 哦 看错边 好 十点到下午 好 我就说 哎呀 你 你真的 跟被你拉保险的 真的还蛮危险的 因为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是做业务的人 你要做一个好业务 你要对所有的配套的方案 都要清楚啊 你今天要来帮忙打电话 你要不要先知道 你要打的是哪一个 哪一天几点到几点 你是不是需要 这是叫做基本的吗 那 那其实 主要不是因为 他不是自 也不是因为他都不会 主要是不用心嘛 所以你如果用心的话 你去开车 你会是一个好驾驶 你做人家太太 也做是一个好的太太 做人家妈妈也是好妈妈 做人家学生是好学生 做老师是好老师 角色扮演是千百亿化身 但是 千百亿化身的 根本的 的什么 根本的 信念 就是你的那一念心 所以 用不用心 就会决定 你自己修行的结果 所以我们常常就是 哎呀 我念经啊 很认真 但是 没有用心念 你只是身体在那边 你的心 没有在修 如果心在修 你不只是在道场会很优秀 你在世间任何地方 你都会扮演得很好 这是相通的 世间法跟初世间法不会 不会相冲突的 菩萨 他就是在世间成就的 佛陀就是教我们如何得到 叫做种种三昧 种种三昧不是说坐在那边不动 种种三昧就是什么都能够做到各种三昧 是不是 我做事业也能够成为最好的 这个事业的一个品质可以达到最好 我的作品是最好 这叫做三昧嘛 那只是我们的心没有机会去 去试试看 可不可以千百三昧 百千三昧 如果在某一个领域上有障碍 表示这个障碍不是只有在这里出问题 是到处都会出问题 它只是没有出现而已 是我们的心的问题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讲说 当我们心清净 长期在修持 在修持的过程中 他自然就会让我们怎样 好 你看前面你能够普见诸佛 可以种持不忘 你自然就成就什么 种种三昧 种种三昧在众生中得 你就可以得到呢 无尽的 什么 这个无尽的宝藏 所以满众生心广大福德 我们常常就是迷迷糊糊啊 好 没关系 迷迷糊糊有的人 也可以怎样 哎呀 我就是难得糊涂 糊涂过一生 也过得很快乐 好 可是我们却什么 这大事迷糊 小事不迷糊 就计较 然后呢 哎呀 等到呢 有人在怎样 有人在这个 对你有一点点的维持的时候 就抓住那一句话 他没讲好的 一直问 好 你是什么意思 好 所以这叫变成钻牛角尖 那要迷糊 就从头迷糊到尾 连人家在骂你 笑你 你都迷糊 那就是真的迷糊 好 那也就 也就怎样 这就是你的人格特质 可是呢 我们却不是 就该记的没有记 不该记的就一直记 所以就是选择性的迷糊嘛 好 就像我阿嬷 我阿嬷重听 好 可是呢 奇怪 他那个媳妇打电话 在跟人家 倒他阿嬷 倒他婆婆 哦 他在房间都听得到 打电话来告状说 你看 他都说我 什么 你不是众听吗 怎么都听得有 而且呢 你看通常 这媳妇要打电话给别人 就讲 那个婆婆的会话 是大声讲 还是小声讲 小声讲 对不对 而且很小声 他竟然 这么远的地方 听得到呢 所以叫选择性的重听 选择性 念经给他听 我都听不懂 等到要讲坏话 他都听得很清楚 那失忆症也是啊 重要的都没记得 可是呢 曾经这个人 对我不好 是不是都记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的心 用错地方 那如果我们真的能够 发这种亲近的愿 你要受持的是佛法 我们就不要让自己的身心 一直在被这些五着二世的 负面讯息 糟蹋啊 我们的菩提心是我们自己的 我们却常常的让它 暴露在一个负面的情绪当中 好 这些不好的什么 这个众生喧哗当中 所以要转啊 要转 要转 要怎么转 就是用愿力来转 愿力 最好的愿 有些人说 我好像没什么愿呢 既然你没有什么愿 表示你没有什么业 没有什么烦恼 那这时候要怎样 就发一个这种愿 叫做满众生心 你没有 没有什么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那你就发愿 一切众生 我要满他的愿 但是 一切众生满的愿呢 不是说 他想吃就给他吃 他喜欢喝酒就给他喝酒 不是呢 是 一切众生的心中呢 他其实有一个共同的愿 叫做离苦得乐 我们如果能够知道 众生他就是需要离苦得乐 你就开始找到 你的生命的方向 所以有时候 有的人说 哎呀 我今天去学佛 师父都说要发愿 然后我都觉得 我好像没有什么愿啊 是啊 是正确的啊 因为如果你没有什么 太大的烦恼 通常你也没有什么 太大的目标 好 那当我们在讲发菩提心 发什么菩萨愿 可能对我们来讲 会觉得 这好像不是 这个好像不是我们自己会的 那这时候没有关系 我就说 好 如果 我们就说嘛 如果在这个世界上 我还有残余价值 我还有价值 那请菩萨 帮我安排嘛 是不是 让因缘自然出现嘛 是 我们不知道去哪里度众生 你不用跑去孤儿院报到 自然就会有因缘出现 这就是愿力相感应 愿力招感 那我们这个愿呢 就是从我们过去 在生生世世的菩萨道当中 从我们的心底 它自然就会出现这样子的愿 好 那你说 那我不要发 因为没有发 应该也没有关系 是没有关系 因为佛他不会要求我们 一定要发愿 你才是佛 不是 可是当我们不发愿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另外一个力量 拉着我们 是什么 就业力啊 就是两个选择啊 是不是 他说 哎呀师父 我不想要有业力 可是我也不想发愿 啊 愿力就是来解决我们的业 这就是治疗的方法 你说 哎我不想吃药 可以 可是你要保证不生病啊 我现在正生病 人家告诉你这个药 你就在那边 我为什么要吃 是不是 你这医生开的可靠吗 是不是 我们在怀疑佛嘛 是不是 所以佛陀说 就发愿 发愿就会转你的业 好 那满众生心广大福德 你看满众生心的结果 就会有广大福德 这很神奇 所以当我们发愿度众生 我们的福报是广大的 当我们不要去帮助别人 我只想照顾自己 你是没有福报的 是不是 所以呢 这就是 福德会代表我们的心量 心量越大 福报越大 所以有人说 水胯 吃十方 是不是 这样讲 十方 嘴一阔 吃十方 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你是四海之内 皆兄弟 你真的是到处 都是善缘 你哪里都可以去 可是我们的心中呢 只有为了自己 其他人都跟我无关 你就不容易呢 游走十方 你的福报就没办法增长 所以他讲 满众生心广大福德 好 掩一切法 圣身智慧 好 那你怎么样去表达 这个佛陀的 离苦得乐之法 好 尤其 然后度这个 有善根的人 很简单 你不用度他 就会学佛 会信仰 你要度那个 从来没有再信的人 那就是挑战你的智慧 是不是 好 所以有时候呢 这个 刚才讲的那个 那个先生 每次都在家里面呢 念了很多佛经 准备要来 对抗他太太的 他是你的善友嘛 是不是 因为他懂得这么多 好 那 我们跟他谈起来 大家都有一些 基本的共识 是不是 连骂他 业障重 他都听得懂 是不是 好 那如果呢 是 一个都完全没有学佛的 你连骂他 用佛法骂他 他都听不懂 是不是 我们骂他 无有事处 他说 什么 是不是 好 他说 你一定没他 好 所以 因为有时候 我们要有什么 可敬的对手 对不对 好 那遇到对方呢 完全是 鸡同鸭讲的时候 怎么办 然后那就要看你的智慧 所以他讲 演一切法 圣身智慧 佛陀最厉害的 就是这样 他是见人 说人话 见鬼 说鬼话 他都能够通 我们呢 见人 说鬼话 都听不懂 见鬼就说 说人话 然后就互相沟通不良 所以我们就是 常常都 没办法 演一切法 所以呢 到最后 自己就会怎样 陷入那个困境 好 那再来呢 报得神通 无尽障 他叫神通 住无量节 无尽障 寿命长久 入无边世界 无尽障 所以这些都叫做无尽 都无尽 那无尽的因是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种十种好处 无尽的因就是圆满前面那个清净的大愿 有没有 前面是不是这样讲 满足如是愿食 即得十种无尽障 就有这十种 那这十种呢 真的就是 菩萨有无尽的宝藏 那无尽的宝藏只要满愿 那怎么满愿 先发愿 好 那发愿了之后 就要开始怎样 实践 然后让自己呢 一直持之以恒 心无疲愿 所以听完这个呢 赶快去领一张 那个菩萨戒的报名表 是 发愿呢 受持戒法 那受持戒法呢 只要这个道场 哪个道场在办那个菩萨戒 都去参加 你看你时间可以啊 就去参加 没有一定要去参加哪一个啊 只是去拿一个资格 就是 哎呀 我从自己的生命 从现在开始 我希望能够怎样 能够与菩萨为伍 只要你有这个心 我希望能够发菩提心 你就具备资格 可以去受菩萨戒 好 是从零分开始嘛 好 那说不定呢 我们已经有七十分了 只是你都不知道而已啊 好 那如果没有去接受 那根本 几乎 一机会就 就错失的 我们不知道自己 有发过这个愿 所以菩萨 十无尽障 到这个地方 好 那我们下礼拜呢 就在看后面的部分 要开始有这个 十波罗蜜了 来我们来回向 愿我无敌意 无危险 愿我无精神的痛苦 愿我无身体的痛苦 愿我保持快乐 愿我的父母亲 我的导师 亲戚和朋友 我的同修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在这四院的 所有修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在这四院的 比丘 比丘尼 沙咪 沙咪尼 善男子 善女人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我们四字句的 不失主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我们的护法神 在这四院 在这住所的 在这范围的 愿所有的护法神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一切众生 一切活着的众生 一切有形体的众生 一切有名相的众生 一切有身躯的众生 所有圣者 所有非圣者 所有天神 所有人类 所有苦道中的众生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一切众生脱离痛苦 愿他们不失去 以正当途径所获取的一切 愿他们依据 个人所造的因果而受生 上至最高的众 下至苦道中的众生 在三界的众生 所有在陆地生存的众生 愿他们无精神的痛苦 无敌意 愿他们无身体的痛苦 无危险 上至最高的天众 下至苦道中的众生 在三界的众生 所有在水中生存的众生 愿他们无精神的痛苦 无敌意 愿他们无身体的痛苦 无危险 上至最高的天众 下至苦道中的众生 在三界的众生 所有在空中生存的众生 愿他们无精神的痛苦 无敌意 愿他们无身体的痛苦 无危险 回向功德 愿此功德 众善根 累世冤亲 同占恩 由私解脱 诸苦恼 共振菩提 度有情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